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宣布包括普京亲信在内的55个人 换取俄罗斯释放215人 含188名马里乌波尔压速钢铁厂的抵抗者 和10名外国志愿者 土耳其和沙地阿拉伯接收一部分人 而乌兰宣布换筹的时候 这188名马里乌波尔的英雄获释 这样称呼他们 这个当然是好消息 最新盈利的就是土耳其和沙地阿拉伯 他们两个挖船 结果造成了这一次的获释 在这里有个小插局 土耳其艾尔当爱曼 全靠我不关沙地阿拉伯事 就是我能够办普京 去到联合国说这些东西 沙地阿拉伯就会说 喂不是哦 你说不关我事 事实上是我派专机接他们走的 刑威刑到这样 就是这件事 土耳其和沙地阿拉伯 互相要攻 最重要就是我最大 我最劲 当然这是一个好消息 包括压速营在内 这些军民 但是事实上也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获释的其中一个条件 就是压速营五个主要的军官 死守着压速钢铁厂 那五个人 在这场战事未完结 是不能回归沃兰 这个是俄罗斯的一个部分的条件 那你问为什么 因为他们五个主要 真真正正被俄罗斯军人围困了这么久 从不放弃 他们就代表坚忍的象征 代表了胜利的希望 所以不能够将他们放回沃兰 不能够被他们在基库出现 你只能够在土耳其 看俄罗斯和沃兰这场战役 直到原场为止 如果你问我普京林拉斯拿回这个面 其实没什么意思 你赢输你认为在于这五个人吗 当然这五个人会激励沃兰人的民心 也都有可能影响的智政关键 但是当扎连斯基站在那里 其实他就已经是一个代表 所以做这些小动作 并未对这件事有所帮助 小插谷占一个就是土耳其 和沙地阿拉伯不知道玩什么 节目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like 追踪share 订阅科金 看广告 可以说加入会员和比赛 代表我丁娜需要大家支持 拜拜